刚刚上路的疫苗地图 要能够让大家更方便地查询 全台湾医疗院所打疫苗的时间地点跟厂牌 提高预约接种的便利性 但是一大早有民众就抱怨了 不仅是网页使用起来卡卡的 甚至还在台北市的地图上 出现了台南台中的医院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就回应了 这是因为网页才刚刚上线 资料在转移的时候 坐标转换错误 不过目前都已经修正完成 现在想要接种疫苗打开疫苗地图 都可以在上面查到所在位置周边的医疗院所 有没有开放施打 不用一间间打电话询问 但便民服务上线第一天好像就出包 有民众一早点开了疫苗地图想要预约 明明选择的是台北市这个区域 不过却跑出了台南的诊所 疫苗防治一网通29号上线 但先被民众抱怨 只是选个县市邮标却转呀转 迟迟跑不动用起来有点卡卡的 更有人要查询台北市的医疗院所 一点进中诊区 竟然跑出台南市的诊所 换个地方点点看 又跑出台中市诊所 就连旁边大安区也出现了基隆市医院 开玩笑说难道是点进了任意门平台吗 从这个测试机要转移到这个正视机的时候 有些院所的坐标有错误 所以我们目前已经有发现了这个错误的这些院所的资料 坐标的资料事实上也都把它更正了 一大早不仅诊所未知怪怪的疫苗品牌 也只有AZ和莫德纳能申选 直到下午才补齐BNT和高端 指挥中心也说问题是出在转移资料的过程 目前都已经修正 民众只要符合疫苗接种资格 都能赶快进网站查询 进一步预约施打提高保护力 接到后来民众台北采访报道